四季六季 雞毛 acerca他們的文化 詞《品牌》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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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採花園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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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低牌上路 我們肯定不是想採取《貴賓》 很希望食環署給了一個赤串、規格 給我們準則去做我們自己的事 當然如果它屢次都是犯例 或者經常都是叫火警 那真的影響到整個地區 有一個很安危、很大的恐懼 我相信我們無法指 可能都要想其他方法 我們希望大家集思廣域 特別在區域找尋一個最好的方案 令到一方面他們可以開心心地做生意 第二方面他們也照顧到附近的居民的安危 做好自己的治律 抄小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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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警告!全面警告! 抄小白!抄小白!抄小白! 這裡來講就是第一次火災受影響的樓房 這裡燒到二、三、四樓了 煙都捕了上去 旺角花園街排檔去年11月底發生四級大火 造成九死三十四傷之後 政府雷厲風行 對違規擺賣的排檔小販 一律重嚴處理 並且建議引入釘牌制度 有關諮詢原本今日戒滿 不過臨近最後一刻 政府決定延期到下一個月尾 對街邊小販 不論有牌還是沒有牌 政府一向抱的態度是 最終都要取締 近年由於社會越來越重視保育 政府才肯以保留傳統特色做理由 重新檢討發牌機制 09年終於決定有限度重新發牌 小販行業似乎重現生機 不過政府今次建議引入釘牌制度 小販三個月內收到六張告票 就會被吊銷牌照 而且不能再申請新牌 變相永久釘牌 一個angers被吊銷牌照 大約一張照片 現在的延期和產品 就講完美炉圓圓圓的 一站出… 初站是新牌照的 為何發議 因此,我們會知道 很適合 一個人接觸 算是 現在是烈焦和晚餐 現在也沒辦法 這些規律就說 合不合你都要照做 自己設計 我每天都會合作方格 只要不超就行了 不當做什麼提平平頭 它不理了 那些特質都是力吵的 但是這裡都平平淋 沒事的 陳廣超在花園街這裡 由做無牌小販經常被人抓 到後來拿到助手牌在街邊擺賣 已經三十幾年 他說做小販都是想找一口飯吃 政府執法 一時隻眼開隻眼閉 一時又很熱 有理沒理 他都只有跟著做 原裝也是這樣 三十幾隻 只能夠在裡面賣 在裡面賣 人就站出來 以前我媽媽的時候 就拿一桌菜 放在這裡 蹲著凳仔去賣 那時候 那些婆仔 阿嬸 就可以養護一家人 後面這裡 以前 就被放在這裡 現在就已經 不給了 不給來說 就已經全部都關掉 後面 後面又不給放東西 就變成了 嘩 那個準則 我食環署 我也不知道準則 去哪裏 出來啦 火燭啦 現場是花園街188-198號 凌晨4點40分 排檔首先著火 火勢迅速蔓延 消防在7分鐘之後 將火警升為三級 到星辰6點09分 升為四級火 花園街的排檔 前年去年都試過發生大火 今次火災之後 食環署為了防止再次出現 火燒連環船的情況 嚴厲要求排檔之間 要按照規例要求 保留足夠的走火通道 按照消防署的建議 最少要有1.5米闊 不過 由於排檔 在檔與檔之間的距離 有闊有窄 有些1.5米 有些2米 有些甚至去到2.3米 於是出現 有些檔口在通道擺貨 都合乎規例 但是 有些掛件衣服都犯規 1.5米 這樣來說 他們在旁邊 就不可能擺東西了 擺一件衣服擺頂帽 已經是犯法的 對於2.3米 他們兩邊還可以擺東西 請問涉雲署的執法 對下屬的那個 叫他們執法 某程度去到哪裏 可以是甚麼 我們分不清楚 有些鎖匙 側面的那些 有些小鎖匙 可以用鎖匙 可以用鎖匙 側面的收入 那些收入 那些 在泰國包區 這個鎖匙很難 first 在那裡 哪條風度 哪條風度 在那裡 在那裡 可以用鎖匙 這條水 不要緊 這日追多次 至少四次 對嗎?起碼四次 有些心臟病也發作了 有些人會心臟病 現在很難做,很難做 真的很慘 最主要大家自覺一點 好一點,不要太多人 我們又自覺一點,沒事了 老闆,你們的酒店要留給別人 我有留意,天爺,在樓樓收拾 收拾小一點 收拾一點,收拾 管就肯定難管 因為小販人是沒有文化之人 只能看著收入來計算 他有文化的,他已經不做小販 沒得選擇 他找不到食物,他肯定是猛烈 猛烈的,他想不到辦法 這些是低下層的人士 只是發怒騷 不懂別的辦法 政府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 已經停止發燒粉牌 對街邊蕩灘的態度很清楚 就是最終要取締 旺角廣東道近登打時街這段馬路 以前兩邊五金蕩灘臨 今天就只剩下十幾檔 而且大部分檔主也有這麼多年紀 張伯,今年已經85歲 他在這條街擺檔擺了五十幾年 每天一早一晚 都要用一個半小時去開檔收檔 只剩下十幾檔 以前的狗狗就不知怎麽 這個理由實際在一盆火之中 發營街那裡來計 實際牽離到全港狗的小販 全班小販不是跟你作對 他不是叫去鳳火來燒人 我們希望他們自律 不要讓他們說政府你抄牌 我覺得大家這樣抄牌 是很影響到特別的氣氛 政府也不是很想做這些 經常要抄我們那些小販的牌 尤其是一些公公婆婆 他們都是一個小本經營的情況 只在找兩顆米 我們的要求不是多 隨便在生活上抄得去就算了 所以有時候這些是政府的事 我們不敢說 不敢說是怎麽行政策 全港的小販牌數目 由八十年代尾高峰期的二萬多個 到今天 只剩下六千多個 只剩下六千多個 仗師長 仗師長 這個篷在2007年5月做好 經過幾個月的諮詢 做出這個模樣 蔡太在灣仔太原街擺檔三十年 市建局兩年前用了十幾萬 幫他的檔口安裝了這個帳篷 撿到奇奇利利變成示範單位 其實七年前這裡舊區重建 要取締他的牌檔 後來因為順應公眾的保育要求 市建局才改變初衷 只有一個 因為在街坊同業的溝通上 就是未能達到共識 所以將這個擱置了 所以現在全港只有一個政府造成的模型 在這裡 因為未必我和旁邊很友善 他說好像我自己也有 有時候我不喜歡那麼黑 所以你看我當作很自然光 如果我不喜歡那麼黑 我要拿起去 我又要做攪拌了 但有些東西或是不能曬 他當然想遮蓋 那我就說不要了 開了 那你就變成了有個爭吊在這裡 最大是要維修的 我自己掏荷包都掏了兩次出來做 但是他想到長遠 這是一個利益的問題 你沒有一個規範 小販是一種不可容忠 我自己做小販也是這樣 不可容忠 即是姑息太多 即是久而久之 他不記得那個規範是什麼 你不理我 這個禮拜推出一點 好了 一有起事上來 大警頓 那他又 但政府不好了 但我覺得又 是這些 他容忠了 沒有了一個正式的規範 那如果他有正式的規範性 怎麼會落得到 三成四個檔 擺到整張床 拿出 拿出他的檔口 都可以 這些是我 我自己都不能接受 黃英奇 前灣仔區議會主席 九十年代 亦都做過四年市政局民選議員 在小販問題上 他和政府交手多年 他說小販問題固然不容易處理 但是政府多年來採取的態度 一成不變 一點想像力都沒有 似乎小販等同於不乾淨 似乎小販等同於需要被取締 即是不可以在一個發達的社會存在 只要他整整整整的東西 不是隨便扔垃圾 我相信現在香港人 都不會接受隨便扔垃圾 所以那個環境應該不錯 大家看到自從十二月之後 然後我們郊衛 即是嚴厲些這樣執法 那幾條街實在的環境都好很多 我們見到很不幸地 花完街有個大火 本來就是很隨便的文化 很交叉式的文化 輿論給傳媒一喝之下 他們就惡了 那要惡了 然後那些小販就覺得 嘩有沒有搞錯 我要這麼惡 怎麼可以 但是呢 我自己就覺得 兩個態度 鐘擺的一邊好一邊好 都解決不了問題 所有這些個體戶 集在一起 當然是有爭執的 但是如果他們的商會 是夠硬正 就是做得到的 我跟商會都說 你們不做足你們的事 沒法治 政府當然要做 我們不可以不做 文師傅搞定 文哥你搞定 你自己說 我們幾天來 你自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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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我自己說 你自己說 我自己說 不要做 我完全沒有走出去 如果再 不要說 你自己說 大家都說 你那些 坐幾千個 做 你自己說 你自己說 我自己說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你自己說 那你昨天怎樣做 我昨天也要做 現在又做 那我們當然要移動了 而且我們都是移動了 那讓你做沒什麼事 你說要1.5米 我們給你足1.5米 剛才沒有 剛才沒有 現在當然有 但就著這個招航盲測 這個政策 我們初步的情況就發現 其實現在都沒有共識 理工大學導師梁哲遠 最近聯同幾個民間團體 研究小販和社區發展的關係 他認為政府在制定小販政策上 應該加入公共空間這個因素去考慮 這一種我們叫做條狀式的露天市集 其實是一種最和社區生活結合得到的 一種市集設計的方式 我猜現在的問題是 這個城市發展的 這個計劃 因為他沒有考慮如何保留 所以變成一個困局 你本身就是接受了一種 比如要行車 要把所有的東西都一個規範 放在室內 這個才反而影響他們的生存機會 如果你在一個城市設計裏面 及早預早設計了這種露天市集的話 其實問題不大 我們看看這個家人家的情況 是做得到的 殖民地政府當時的做法就是慢慢等它萎縮 反而我們認為有需要的話 要保持一些他們做得很好的地方 我覺得有好幾條街 香港來講是很特色的 不只是香港人去買東西 未必一定只是便宜的東西 但很多時候好些賣特色的東西 或者是有甚至有遊客 都是選擇去行的 這些地方我們認為應該是保存的 不過保存得利 都要他們安全才行 學lor展示牌 市政正在過馬路 過馬路 為什麼要吃吃? 口苗 不到路面的燈 到十一點就要停止營業 你亮燈就表示營業可以控告你 我現在都不知道他控告什麼罪 超時營業或者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他控告我們什麼 但是現在搞到一段恐慌 每個人都… 最後這兩天 每個人都想做晚一點 那些花虛的人陸續不斷行花市 我們想做這班花虛 流亡之餘想做這種生意 這些大哥來的大哥 你收到嗎? 收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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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選擇了 你不懂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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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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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叫你吃東西 他不是在報你 他不是在報你 不是在報你 不是在報你 你們不用這麼誇張 是不是沒有理由 收到嗎? 政府一再重申 要嚴格規管小販排檔 導致前線執法人員和小販衝突的場面有責無減 一個不願意出鏡的食環署前線員工 透過電郵表達他的感受 從業者摩多年 對人家罵糧都沒大感覺了 以前是講素的 放水養魚 即是讓小販生存 現在仲管 可以說沒有或者很少空間讓小販生存 小販政策應否放寬 我們作為公務員的 很難有什麼態度 畢竟我們是當一份職業 我們想有個健康的魚池 魚可以很開心在那裡游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一定要他們自己有個紀律才行 我也不可以容許他們互相打鬥 互相繁殖 這樣也無法自己有個紀律 接下來是美姐有請 國際學校學位需求日益緊張 是否因為本地教育令人越來越無信心呢 一批因應外籍英語老師計劃來港的外籍教師 子女讀書都要跟本地學生爭奔頭 政府的教育政策有沒有問題 《鏗槍集》下星期日晚7點35分